20世纪50年代中期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默若和吴涵等人 向国务院申请发掘朱棣的长陵 但是长陵的规模太大 这一申请遭到了一些人的理智反对 于是他们决定先发掘规模小一点的定陵积累经验 为日后发掘长陵做准备 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 是明十三陵最大的三个陵墓之一 在1956年的时候被实验性发掘 这是中国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 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 照片中人们找到定陵地宫入口 1956年5月 视觉正式开始 考古队在定陵宝城一处城砖脱落的位置 挖开第一条碳钩 碳钩刚挖到一米多深 就在宝城内侧的墙壁上 发现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 挖去石条上的泥土 三个刻在石条上的字显露出来 隧道门 在视觉了三个多月后 考古人员终于在地下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 此时距金刚墙前皮16丈 深三丈5尺 于是大家按照石碑上的记载 找到了定陵的金刚墙 照片中人们正在拿金刚墙上的砖 考古队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 开挖了第三条碳钩 到第二年5月 考古队穿透厚厚的土层 找到了坟墓的外墙 金刚墙 在金刚墙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 它应该就是万里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照片中 考古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地 将金刚墙上的砖一块一块拿下来 并做好标记 金刚墙上的砖被去掉后 一扇汉白玉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万里皇帝帝宫的大门 它是由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刻而成的 在大门的后面是一块子来石 它主要是在墓里面挡着石门不叫人进来的 照片中考古人员正在用工具将子来石推开 进入中殿后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三个汉白玉的宝座和一堆陪葬品 其中正中央的那个汉白玉宝座是定陵墓主万历皇帝的 左右两个是万历皇帝的两个皇后 孝端显皇后王室原配与孝敬皇后王室的 照片中是未清理前地宫中殿 从照片中的三个大龙缸里面放的是香油 不过当陵墓打开的时候都已经凝固了 上面还带着一些霉点 照片中考古人员打开了棺材 正在清理棺材里陪葬品 用手拿出棺材里面的文物 由于当时技术有限 所以很多文物在拿出来不久 因氧化被破坏 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中殿后面后殿的场景 后殿中存放着万历地和他两位皇后的棺材 万历地的棺材存放在宝床的中间 而两位皇后的棺材则在万历地两边 不过当考古人员进入后殿时 却发现后来迁入定陵的孝敬皇后的棺材 腐朽的情况就要严重一些 照片中是万历皇帝之棺材 左右两侧分别为孝敬孝端皇后棺材 当时在定陵挖掘期间 共出土各类器物三千多件 多么惊人的数字 其中这些器物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猪器、猪器 古宝和金罐等等 无论如何说 万历皇帝的定陵挖掘 为研究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但是在出土的三千多件文物中 实际上被毁了的文物更多 可以说这些文物堪称无价之宝 有些被毁坏的私织品至今无法复原 照片中郭沐若正在现场知道 万历皇帝的棺材打开后 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 但是骨架却特别完整 但很可惜的是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万历皇帝和皇后的骨架 都被烧成了骨灰 好多的陪葬品和棺材 也被扔到了山沟里了 虽然这次挖掘 发现了很多的古董 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 现在国家规定 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 不得擅自挖掘帝王陵墓 照片中是万历皇帝的遗体 左边的是穿龙袍的万历皇帝 这次挖掘帝王陵墓的万历皇帝